女性养生当从甚至三岁出发 名医柴松岩养生保健经验报告 柴松岩,女,生于1929年,辽宁省沈阳世人 现任北京中医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国家吉明老中医 著名现代中医妇科专家 现任国家药审委员会委员 曾任北京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中医药学会妇科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中医杂志编维等 1948年拜在中医伤寒大师陈慎无门下 苦读中医经典 奠定了深厚的古典中医理论基础 1950年考取中医师资格 1952年至1957年 考入北京医学院 现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 医疗系中医研究班 师从吴杰平、王光超、李家中、闫人英等名师 接受现代医学的系统培训 1957年至今 职业于北京中医医院 受中医妇科名家刘凤武、齐振华、姚振平影响 悉心钻研、医术日趋精湛 逐渐形成自己读到见解 1990年 被评为北京市名老中医 享受国家及政府津贴 1997年 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柴老以肾之三醉 二阳治病 不肺起肾等学说为代表 建立了完整 读到的中医妇科学术思想 并以对必经、不孕症的治疗为代表 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诊疗特色及用药风格 柴老林郑遵循中医学天人合一的古训 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人、因地、应时 因各性化因素辨证 友善治疗女性必经病 治则以顺应周期 调养阴血为特点 注重调整气机与恢复气化功能 它组方灵活 选要广泛 性未平和 要少力专 在现代中医妇科界独树一致 养生经验及体会 柴老已于八十高龄 精力充沛 思维敏捷 记忆过人 自己看过的病人重点情况基本都能记住 他面色润泽 面部和双手皆无斑 眼不花 耳不聋 人皆以为柴老能如此 肯定有秘方保养 其实对于养生 柴老说 秘方是没有的 但有自己的一些体会而已 柴老一路走来 生活 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 也是历经坎坷 但柴老善于用各种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 首先 也是最主要的是柴老的事业信念强 用柴老的话说是给自己定位准确 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柴老经常教育学生 要做一个好医生 最重要的是先学会做人 一个好医生要甘于寂寞 但不能甘于平庸 柴老一直也是这样做的 一心扑在临床 心无旁骛 心思单纯 排除名利干扰 潜心钻研 终成临床大家 如今柴老年事健高 功成名就 已不需再如往日将日常诊物作为必做的工作 可安心一阳晚年 然而柴老已年于八十之高龄 坚持一周数诊不错 每周诊治病患达二百人 面对家人朋友的劝说 柴老说 尽我所能 让我在为社会 为他人多做一点事情吧 这是我的乐趣 朴素直言 境界之高 令人感慨 同时 柴老将更多的精力 投下为传统医学培养人才的工作之中 将自己积累一生的学术经验 无私传与后人 为弘扬祖国传统中医事业做出贡献 在柴老悉心培养下 数年来 以相继有十余位柴松严中医 妇科学术思想计成人 学成结业或正在学习中 在中医妇科临床事业上 柴老至今保持着学习 了解本专业最新知识的尽头 非常善于吸收新知识并用于临床 思维清晰 经常有新想法提出 柴老常言在事业上自己不服老 与时俱进 现阶段为带好徒弟 做好名医工作室 还有很多事要做 精神上十分充实 这是柴老精神养生经验的重点 其次 与人与己保持一种平和 宽容的心态 柴老一直以自己的行为教育 和影响身边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 柴老多年以来 恪守力所能及的助人 不自私 不猜忌 不羡慕富贵 不轻视贫贱 不攀附权势的原则 轻松做人 柴老常言 人生在世 谈指一挥间 名利皆为深爱之物 若被名利等牵绊 人活得很累 事业也走不远 柴老为人知宽容 非常人能及 柴老很少谈及自己当年的困难处境 只说那是真的很难 而对曾经对自己不公平的人合适 总是以德抱怨 经常出手相助 保持平和 宽容心态的同时 平稳的情绪也很重要 尤其是现在的年龄阶段 用柴老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做人不要自讨苦吃 保持情绪的平稳 极尽量避免情绪的过度波动 不找刺激 如苦情的电视剧基本不看 家常理短的是是非非不掺和 柴老闲暇时喜欢看古书 尤其是历史方面的书 他认为古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 同时也可以以史为鉴 教我们为人处事 便是是非 甚至对临床有启示作用 并且看这一类书 不会引起感情的大起大落 也属于柴老所说不找刺激的范围 柴老还看武侠书 如金庸 两女生的 柴老认为武侠书里的人物写得有情有义 而故事的情节和结局多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大快人心 这次可以发现现实当中对自己看不惯 又无法改变的事情的那种无奈情绪 爱劳动 也是柴老的一大特点 柴老年轻时 家庭条件不好 忙事业的同时操持繁重的家务 柴老认为这是同时代人的共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 家庭条件的改善 柴老还是一直坚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自己能做的绝不依赖他人 在饮食养生成为时尚的当今时代 众多媒体采访柴老 想发掘出柴老饮食养颜的秘诀 其实 柴老并不是十分讲究饮食的人 相反 由于饮食的过于凑合 柴老还患有低血脚 谈起自己的饮食经验 柴老说年轻时没条件大吃大喝 柴老自认不善交际 这样一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应酬 让自己的精神和肠胃免受太多的折磨 对现代人饮食 柴老建议以不超越自己的经济条件为限 量力而行 柴老唯一的饮食嗜好就是喝茉莉花茶 已经有70年之久了 生活上 柴老有一大爱好就是喜欢听相声 这一习惯也有几十年了 每天听甚至听着睡觉 也算柴老保持快乐情绪的一大法报 临床养生之道 柴老临床养生之道与柴老神之三醉 慎生最先 慎是最迟 慎衰最早的学术思想密切相关 慎生最先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 女子七岁 慎气盛 是更发长 二妻而天鬼至 任脉通 太充脉胜 越是以时下 故能有子 说明女子慎气在幼年时 叫其他脏腑之气充盛 但未成熟 稳定 此阶段应特别注意幼女的饮食喂养 柴老认为 饮食上能保证其成长发育的营养需要即可 不宜用药物进补 禽肉 特别是鸽子 鸩蠢 麻雀以及虾皮等 柴老引据本草纲目解释 鸽子善于交合 其性醉银 称为银琴 有新娘之功 鞍唇 虾皮一书此类 尽量不食用 少食饭 季节蔬菜和水果 少食油炸类食品 如炸鸡 炸薯条和炸薯片等 否则 一起冻下火 导致幼女第二性争过早发育 月经过早来潮 以及西医所谓小儿性早疏 对于已患病幼儿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 一定注意饮食清淡 即时尚述食品 肾是最迟 肾衰最早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 三期 肾气平均 固真牙伸而长疾 四期 筋骨肩 发长疾 身体胜壮 也即三期 四期时肾气才充实 女性以阴穴为本 经 带 蕴 蝉 乳 无不与阴穴密切相关 皆有伤于阴穴 耗损肾气 因是生理过程 常常被忽略 而现代社会中 由于时代的发展 社会环境的变化 职业女性的超负荷脑力劳动 复杂社会背景所致的忧虑 思虑过多 性生活过早 性生活过贫 人工流产 药物流产的频繁 生活没有规律 加班 熬夜等 诸如此类 皆重伤于阴穴及肾气 肾则肾气早衰 天轨早结 即现今卵巢早衰的发病 临床治疗以顾护肾气 保养阴穴为主 饮食指导一宗此原则 应即食羊肉 乌鸡 隔肉等温补伤阴之品 可禁食鸭肉 鱼 鸡蛋 奶等一阴之物 关于延缓衰老 柴老建议即食羊肉和辛辣之品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 海参是不错的养阴之品 条件不允许 可以吃些猪瘦肉 更年期强调适当运动 如散步 跳舞等 情绪稳定 心态平和 生活规律 对月经病患者 已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 如散步 太极拳等 避免剧烈运动 如那些运动量大 导致大汗淋漓的项目 黄玉华 许新 北京中医医院